Hello 大家好 今天迈到叔叔又带同兄们来北门了 话说这几年 成都北门和南门发展差距越来越大 就像两个完全处于不同时空的程度 北门没得漂亮的高楼大师 奇迹老旧 基本都是老婆旧小区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 北门上开了很多年的老店哔哔皆死 今天叔叔要带大家去吃的 就是一家在街坊西路上开了20多年的茅菜 这家店就在上次叔叔带同兄们去吃的那家汉钱碰边 才11点半就要做迈了 多少要了不 可以吗 我一个个子 这个位置不留着哈 我要半斤牛肉 不半斤 20块牛肉肉 20块毛肚 不是不要毛肚 要那个鸭肠 20的牛肉 20的鸭肠 肚子 美肚子 好 3 testify ád 酥酥点暖的车前的牛肉花 车前的鸭肠 素菜都是配好的 四块钱大地 有土豆、黄瓜、烧皮、豆芽 大北山、海带、食物、味、豆、菜和摸 你可以给点家说喜欢哪样 不要哪样 好了先来说一下这家的葷菜 牛肉是茅菜店烧油的只给新鲜牛肉 切的还很厚 提前麻料 相当入味不错 还有牛肉的口感 但是这个牛肉可以拍到叔叔心目中 成都茅菜里 鸭肠我的牛肉那么入味 不过也是鲜能吃 但是成都茅菜店能把鸭肠做的好吃的太多了 相对来说我们的牛肉那么鸡 不过也是中上水平 经常吃茅菜的同学都不晓得 茅菜的灵魂就是这一盆滴汤和红米 这时候叔叔不得不把汐尔拉干 因为两家真的很香很香 会说不用这八次相识 都是豆吃红油跳鱼龙女性 两家熬这个低碳红油都是下了大力气的 叔叔可以确定都没有加那些闺蜜汤 不过又果有特色 茅姬想比污米药更耐心 辣度少了一半 香味都差不多 吃钱不得那么大的哑恨 居然还能吃得出来蔬菜的源 叔叔吃污米药不停喝快乐水 吃茅姬乖都喝不完 虽然嘴巴一兜都不耐心 而且还菊花一行清爽 不过更喜欢那一家 就要开个人的口味 你还一个个人吃吧 你一个个人吃 我一个人吃嘛 吃不完啊 吃不完可以打包回去嘛 是吧 你的身体好啊 哈哈哈 话说叔叔 曾经给外婆打包了一个五米茅菜回去 她老人家吃完了茅菜 将就拿个汤汤 又煮了三天菜 而你妈看不下去 孤单把红油汤汤拿去倒 结果还爱了妈 总的来说 猫即适合即喜欢吃牛肉 又喜欢浓入一口感 害怕辣的同学 比如说叔叔 好了盖饭人盖饭混 抓紧时间开盖 你把你把你把你拿去 你把你拿去 你把我拿去 我拿去 太人你没过来走 行 我那你爸 我没过来走 我干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儿 如果喜欢叔叔的视频 记得点赞 投币 收场 最好意见三连 这途叔叔非常重要 谢谢同学们 我们下期见